这一场演讲呢,外面正好是下着大雨 燕雪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相亲这么的支持 冒着风雨前来聆听我们这一场演讲 左岸光淮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议员赖燕雪 感谢民众在风雨之中踊跃前来 希望带给民众满满的收获 南投县左岸光淮协会 日前请来廖惠英博士 前来文化局演艺厅举办名人讲座 议员曾正言表示 演讲的主题是两性 尤其是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而夫妻之间也要相互了解忍耐 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闹得不可开交 两性如何相处 尤其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之道 婚姻才会美满 在海北结论之前 年轻朋友要怎么挑选对象 日后才能够温暖过一生 这是今天所要讲的重点 那最主要就是夫妻之间的 要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忍耐 不能说为了一点小小事情 就闹得不可开交 这是最不值得的 议员林芳宇也慕名前来 议员表示 很难得在文化局有如此精彩的演讲 也相信在听完演讲之后 能够给予听众宝贵的意见 以及不同的想法与启发 其实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两性的议题上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家点了才会通的 经由今天的这个讲座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 都能够得到一些宝贵的意见 还有不同的想法 其实有很多的好朋友 也都是慕名而来听这场讲座的 我相信对于各自的一个问题 都会得到了一些解答 也感谢我们左岸关怀协会 议员赖燕雪期盼 透过讲座将薪资带入家庭社会 融入于生活当中 让社会更安定 而期盼透过名人讲座 带动南投的文化风潮 我们特别邀请到廖慧英博士 来到南投 为我们乡亲做了一场 非常精辟的一个演讲 理性与感性 也期盼透过这个讲座 能够融合我们的家庭社会 让我们的一个社会能够更安定 同时也能够将听讲的一个薪资 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我相信不断的潜移默化 能够让我们的南投文化力往下扎根 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个演讲呢 能够带动我们的一个文化风潮跟素养 也希望说乡亲能够大力的支持 廖慧英博士身为两性专家 为南投乡亲带来精彩且丰富的演讲 当中也呼吁妇女要注重经济力 万一走上离婚 需优先考量小孩利益等观念与常识 令现场民众听得意犹未尽 在演讲后更提出多项问题 征询老师意见 期盼日后能多多举办此类讲座 让乡亲都能活于良多 民意新闻临家会南投采访报道